这边是山东省会济南的市中心 明湖西路 它这个地方为什么叫明湖西路呢 因为它这个小路在大明湖的西边 离大明湖也不算特别 从这边去大明湖 看看这里 这边是北方的城市 看这个街上 来来往往的是相当的热闹 不是一般的热闹 是这个相当的热闹 济南骑电瓶车的特别多 我感觉可能仅次于广西的南链 广西南链那边也是的 上下班的时候 就是电瓶车大军 感受一下 但是在南宁这边骑是要更难一些的 因为它这边是北方要更冷 广西南宁那个是南方那边 很暖和 骑电动车还挺舒服 你看这边装备就像是要更重一些 如果按骑兵来分 这边应该是重骑兵 南宁那边是轻骑兵 而且这两个城市的电动车速度 感觉也都是这个样子 非常快 有的这个跑得比汽车还快 好像这两个城市的电瓶车 是不限速啊 这个好多城市好像都是限速的 甚至有的都限到这个30码 但是这边这两个城市就是不限的 想跑多快跑多快 这边是他们的一条城市主干到了 看看这里 做公交的也挺多的 在这两个城市的 为什么说了 席电瓶车的这么多呢 因为这两个城市市中心啊 席电瓶车要方便一些 上班要来往都要方便一些 你这个开车 你要找停车位 在大城市不是很好找 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是 电瓶车的话就比较好停 景南这边目前 最中心的城市这边还没有通地铁 特别是古城内部 景南这边为什么没有通地铁 倒不是因为景南这边 经济实力差修不起 主要是他这边是这个全城 地下的泉水太多了 这个要在地下挖洞 就不是很容易啊 怕破坏他们的全脉 原来他们也是这一个绣高楼 在内城里面绣高楼 高楼就像这种高楼 挖地下室 把他们那里有的全脉给挖坏了 原来不是说号称景南72名泉吗 但是现在没有72名泉了 比72名泉要少一些 因为他有的这个泉水被挖坏了 还有原来他们这个地下水也很多 有开很多这个小工厂 偷地下水卖宽泉水什么之类的 抽的太多了 也是把这个地质层破坏了 造成那一个暴度悬都有的时候 他都不喷了 一年都没喷过那段时间 后来就是引起重视了 就开始按理整治 首先这个内城里面的旗舰啊什么的 设计啊看太阳施工啊 这个都要严格很多 还有很多卖水的那个工厂 就都这一个强制灌停 破坏自然资源嘛 这个还不够 他们还做了一些工程 往这个地下 回灌地下水 让这个地下水为回升 所以说这边呢 有很多的自然因素的制约 导致他现在 很多组层区都还没有通地铁 地铁基本上都是修在外层区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市区里面 最方便的 还是这个骑电动车 但是天气冷的时候骑的确实非常的冷 但是也没办法 你看这边 这边是他们的天桥区 济南总共有10个区 两个县级市 天桥区也是他们的中心组城区之一 最中心的城区 就是大家去了比较多的是那个立夏区的 暴徒悬崖大明湖那边 这边离那边还有点距离 走到这里 这往前面就是那个济南站啊 济南站就是这个附近 济南站前面有一个站叫大明湖站 在那一站下 一直往下面走就是大明湖了 但是很多游客来济南的 有可能去的是济南西站 或者济南东站那边 高铁的这个列车会更多一些 济南老城去感受一下 他这边这个桥也挺有意思 非常的复古 作为这个拥有900多万人口的大城 这些内还是蛮热闹的 大体上的街景感觉和中部很多城市 都差不多啊